同學有問到有關那個抓最新一期 因為203這一題 其實他是把那個歷史資料 把它怎麼樣呢 存到他們的那個官網上面 然後呢 所以這個資料應該是舊的啦 看起來好像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好像有一點時間 在107年的9月 那如果要最新的話 其實呢就直接可以連到這個網址 那因為我這邊這一台 是不是我這一台 還是你們的 如果你們的筆電應該是沒有封鎖啦 如果你們的電腦我不確定是有沒有封鎖 那這個問題可能我再反映一下 跟他們講一下說這個網址是安全的 不要把它擋下來 那我底下的話其實是有之前那個截圖的一些相關的畫面 那其實也是一樣 第一個當然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網 這個就是說呢 最新一期的台灣彩券開獎號碼 比如說當然你也許不一定要找大樂透啦 你可以找威力財 什麼精彩539 反正呢 或者甚至你要把全部的號碼 通通抓下來也不是問題 那你是需要什麼 第一個 就是把剛剛的程式怎麼樣 裡面的那個 request.get後面的網址 第一個 改成這個網址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那一樣就是進到那個網頁之後的話呢 一樣按右鍵 比如說呢我要改一下 假設呢我要改成找威力財 我不要找大樂透 我要找威力財 所以說 我希望把威力財這個區塊的東西抓回來 那一樣嘛 你就是先在威力財上方按右鍵檢查 然後去找到它整個區塊的那個DIV有沒有 在名稱 理論上應該好像也是content box02吧 當然也有可能會改版吧 因為這個不知道說 這個台灣彩券它是不是經常在改 如果沒改 那沒關係你用這個名稱 那再來一樣喔 你就是先看一下 如果是每個都叫content box 那你要知道說它是在第幾個 如果是知道它的位第幾個 比如說它第一個 那你就是在這個串列裡面 D0 中瓜戶0 你就把那個區塊的資料抓回來 然後再去找什麼 找它裡面的這些class名稱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這些號碼 一樣可以把它抓回來 OK 那當然你如果抓一個OK 那其他的話當然也可以啦 比如分別把威力財 然後什麼其他的什麼 金財539啦 大樂透啦 所有東西呢 通通都一樣可以把它抓下來 所以這個底下 會有這個參考的程式嘛 其實這個程式嘛 跟我們剛剛的那個程式嘛 也還蠻類似的啦 所以其實給各位參考 另外當然你可以改成什麼 底下還有抓那個什麼 雙銀彩 然後還有抓 甚至底下我還有講到有關 可以下載雅庫股市啦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喔 那除了說呢 那跟這個台財有關的東西之外喔 其實我在後面還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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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喔 在0605 0605 特別是喔 0605 底下還有一個0606 那因為呢 之前上課的時候剛好呢 講到大樂透 然後就有同學說 老師如果我想要把所有的歷史資料呢 通通抓回來 大樂透歷史資料 剛好有找到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喔 他好像叫樂透雲吧 他就有喔 把所有從104年的樣子 2014喔 好像是103年 有大樂透開獎的號碼喔 通通都已經幫你收錄下來 那全部都放在網頁上喔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 就像上禮拜有同學問到 他總共有65個配群 也就是他有65頁喔 好像65還66頁吧 這麼多頁 那你要怎麼樣分別吧 這麼多頁 當然我們現在講的就一頁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你要多頁的話 那個怎麼辦呢 那這個就是我上一次講到 如果你有多頁的話 很簡單嘛 你看一下那個網址 他是不是有跳號的動作 如果有跳號的話 那表示用get就可以了 那你只要怎麼樣 把第一頁就是 他後面就indage page等於1 第二頁的話就indage page等於2 那你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跳頁喔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0606這裡 這個網址 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點進去 我這邊一樣會被擋住 因為他好像也是 把它當賭博的網站 OK 所以上課就有點麻煩了 基本上我們不是讀 我們純粹只是把它拿來當案例 所以這個當然這個再看看 那看看別的方法 然後呢底下就是我們要的層 所以呢第一個呢 就是把這個網址把它放上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網址裡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他這邊有一個問號有沒有 問號後面的話 如果你們看到網址喔 有看到問號這個東西的話 理論上 他右邊的東西就是他的參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幾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叫In-Page 裡面傳的值等於1 有沒有 所以他傳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叫In-Page 一個參數叫Order-By 那其實可以理解 In-Page 意思應該就是什麼 他的所以頁面 第一頁的話就等於1 那如果第二頁的話呢 那就等於2 第三頁呢 那就等於3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假設有65頁的話 那你只要寫個回圈嘛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然後你就從第一頁 1豆點 如果到65 那就是豆點66 有沒有 然後他就會產生I的詞 那你就把I的詞呢 放到這邊 有沒有 那他就會第一頁了 那你就把第一頁裡面的資料抓回來 那下一個 那就是第二頁 一之類推第三頁 那就分別把所有的頁面呢 通通抓回來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什麼 把那個大樂特的歷史資料 全部通通抓回來了 我記得好像有幾千 幾千奇吧 不知道幾千 好像兩千還是三千 所以如果把程式寫 這個是已經有的啦 這個是下載一頁的 有沒有 如果下載多頁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再增加一個 這個東西這裡啦 就是再把 把那個P的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頁面的部分 然後呢 去做一個 這個 寫一個回圈 然後把 所以呢 這邊的話是 For I in range 這邊是 這個之前好像是只有60 60頁 現在應該更多了 可能到60 上次看好像到65 然後就是可以把這個全部的資料 都抓回來 甚至的話呢 底下我還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存成CSV 甚至可以寫到資料庫 都沒有問題 底下都有相關的範例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試試看 光這一道題就可以花你很多時間了 所以你過年假如說實在是 因為疫情關係 不想亂跑的話 說真的光 把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抓 爬下來 然後做分析 做存檔 存資料庫 那其實應該就可以耗掉你很多時間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甚至我這邊還有統計機率 有沒有 如果你下來之後的話 這個是用Excel來做的 Excel因為方便嘛 所以抓下來的資料 可以再接力賽 簡單的話 你就再丟到 就是用CSV打開Excel 然後只要用幾個函數 包含要用CountIf 只要用CountIf函數 就可以統計出 CountIf就是說 開出的號碼 然後再除以Count所有的號碼 就可以算出機率了 有沒有 1號開出來的機率多少 然後呢 最後再用Rank.EQ做排名 有沒有 那就全部就可以排出來了 這樣子全部的歷史資料 我們就可以知道機率了 那如果說你要換其他的 那你可以再去 有自己的一套演算法 所以你可以推顧一下 下一期 哪一個 哪幾個號碼出來的機率最高 有沒有 寫這樣的程式 我想應該會有 蠻多人想要的 然後你可以 當然你這個地方 還可以提示一下說 這個僅供參考 沒有說報名牌保證中 如果不中的話 你到時候來找我麻煩怎麼辦 OK 所以這個當然只是一個推估的概率 當然你有一套自己的演算法 也許你可以找一個機率最好的演算法 然後把它加進來之後 就是一個很好一個參考的 隨便哪一天真的被你猜中了 那你就真的是 真的可以提前退休了 對不對 OK 不過大家只是這樣想 然後不保證 不過我相信有很多人每天都在算名牌 而且網路上其實很多人 就是 他之所以會想學Python 很多時候是因為他想要算名牌 然後呢 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那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 所以這個等一下再看看有沒有別的方法 也許看有什麼方式可以連線 這也許細節部分我們再解說好 那 所以呢 今天的部分 除了我們202跟203之外 那待會請各位幫我呢 開啟 我們也許就 不是講那個證照考試題目 我再補充一下其他的爬蟲 就是網頁爬蟲部分 所以呢請各位待會 除了0605 0606之外 這兩個我想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連 所以這個自己稍微先把它閱讀一下 那可以先開0604這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0604 那 這個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再找其他的案例好了 那首先的話呢 你們往下捲動 當然我在0604裡面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對HTML比較沒有基礎同學 我是建議你可以看這兩個網站 把這兩個網站當成是有點像是 怎麼講 電子書吧 要不然的話 如果你現在看這個不太習慣 你可以到那個隔壁重慶欄路上面天龍書局 其實他很多HTML相關書 我想如果你想要加深這方面的知識的話 那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找那個HTML5 現在5的話是他的那個就是 第五個版本 OK 然後加什麼呢 加那個CSS 然後加還有一個JavaScript 反正就跟網頁設計有關的相關的東西 你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不然的話 如果你不想買 其實這邊也有 就是這個HTML基礎 那這邊其實都有講什麼 到底什麼叫HTML 有沒有 他其實從頭講 你可以慢慢閱讀一下 那裡面的話有關什麼呢 圖片是怎麼顯示的 那怎麼去標那個文字 怎麼做超連結 這邊其實都有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連結是什麼 就是這個中文的教程 就是W3School 顧名思義的話 這邊也是教你HTML HTML5 CSS CSS 3 OK 那還有什麼 甚至是JavaScript 這邊都有 Justin這邊其實也有提到 甚至的話呢 還有提到什麼呢 PHP 其他語言 然後SQL ASP 等等的 那這些的話呢 都是跟網頁相關知識有關的 OK 好 好 因為其實說真的啊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很厲害的爬蟲的話 你還是非得要 至少要了解 網頁的這個架構裡面 到底有哪些知識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有些東西你要爬 也可能會遇到難題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一些基礎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想你們 我直接來帶一個案例好了 這個比較清楚 你們可以看一下第四頁 0604 第四頁 這邊有一個叫做TQC的官網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講的這一個證照 其實就是從這邊來的 那這個單位呢 其實他弄了很多的相關的證照 包含就是說呢 這什麼呢 他科目裡面有這麼多 全部裡面 他包含什麼呢 有建築的 建築包含什麼呢 AutoCam 那SketchUp 有沒有 還有很多 其他的工程 電路 那我們的話是在那個軟體 軟體的部分的話在這裡 那軟體部分他有什麼呢 這個Python的部分 有這個AI的部分 機器學習 那其實我們現在學的 其實是這一張啦 其實是這一張啦 好 那 假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拿這個網站 因為這個比較直接啦 因為他們官網這邊上面的資料 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請你把這個網站 這個網頁裡面的 上面的這些東西喔 幫我把它存檔下來 那裡面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這個每一個應該會一個DIV吧 DIV裡面放什麼 這個應該是他的類別 所以他應該有個固定結構 這個是類別 然後這個是他的中國名稱吧 下面應該是他的英文名稱吧 不過你會發現 有的有中文 有的沒有英文名稱耶 有沒有 所以可能有可能沒有 不過不管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些名稱呢 通通幫我儲存下來 然後呢 幫我列表 所以顯示出來的話 假設法我希望可以把這個 變成什麼呢 變成三個標題 最後存檔起來的話 可以幫我把它列成一個文字檔 也就是上面看到的東西 就幫我列 1、2、3 1是這個建築設計領域 斗點 然後呢 基礎建築及室內設計什麼立體 斗點 然後呢 Schedule of Pro 然後換行 把它怎麼樣呢 這上面的這個 所有的類別的資料 幫我存成CSV檔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是HTM to CSV 所以請各位呢 稍微看一下 06、04這個案例 把這個先想想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題目的話 等於延伸練習 把這個網頁 HTM 看到沒有 這上面呢 123 換行 123 換行 也就是把它To CSV 然後資料跟資料中間 壓豆點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 囉